小小葡萄让新民安驼子村的将军们手里多了两把钥匙 这是咋回事 村里带头种香菇 村民致富有出路 看万一村如何利用香菇让村民脱了贫 普顺寒冷山区也能种出好事的大樱桃 寒地栽樱桃有啥秘诀 辽南大樱桃落户西丰县天来村 县政府举办采摘节助力村民致富 小小的种苗基地竟引来500多人参观学习 为啥这么活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这里是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杨佳 最近这些年随着大伙认知度的提升 这蓝莓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种蓝莓的乡亲们也是越来越多 这一多了吧 价格就不像前两年那么贵了 但是丹东市镇安区的成大爷种蓝莓 依然能卖上高价的100块钱一斤 为啥呢 就一个字 早 以往省内温室里的蓝莓啊 都是在四月中旬下果 但是在丹东市成大爷家的大棚里 三月份就已经卖了好几批果了 成师傅 我看咱们家这个蓝莓都已经熟了是吗 是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成大爷早上市的蓝莓 价钱自然也更高 我们往外卖是最早最早 那是在120左右 120 就是批给他们了 现在呢 现在在80左右吧 能卖上这么高的价格 成大爷有什么好办法呢 说到这儿啊 成大爷笑了笑 说还真没花啥大心思 就做了两件事 咱们这个品种啊 是南方的 这个成熟比较早的这个品种 再一个呢 今年呢上了锅炉 哪一个这个 叫里边上了一台锅炉 就是一个温度控制的也好 温度比原来那个高了 加锅炉升温 促进果实成熟 这办法确实没啥特殊的 那成大爷今年换的 又是啥品种呢 叫绿宝石 绿宝石 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下锅起早 能够在这个蓝莓这个高峰期 大量下锅的这个时间呢 才能提早20天到一个月 绿宝石是一种在南方比较常见的蓝莓品种 在温度达标的情况下 休眠期短可以提前开花结果 到了北方正好可以提前上市 抢得先金 这些年 吉强一直在尝试着 把它引进到咱北方的大棚里 我刚才说这个绿宝石这个品种呢 就是这个只适合这个在这个温室栽培 不适合在陆地 因为它不能够跃动在陆地 那像咱们现在这些苗就是蓝莓的苗吗 对 现在能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我身后的一些这个苗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蓝莓的这个育苗基地 我们现在这个育苗基地呢 主要是育 要从生育期上 就是主要是两个生育期的 一个是属于这个北高的碗树品种 另外一个是南高的一些枣树品种 南方的绿宝石被成功引进到了北方 那果农在生产管理的过程中 又应该注意点啥呢 蓝莓这块呢 这个技术啊也不是很复杂 它也是涉及到这个修剪呢 就是说这个人工这块呢 主要是在这个栽果这块 有点人工 剩下的就是在棚子里面 正常的一些这个粗草啊 这些施肥啊 这个胶水啊 就这些这些普通的这个正常的一些用功 不是很麻烦 管理简单 也就是说不用额外投入太多的人力财力 程大爷说 绿宝石的产量也是相当不错的 程大爷说了就算过几天蓝莓大批量的上市了他也不担心 因为经过细心管理他家的一级果特别多 在市场竞争中也照样卖高价 看来种对了品种就是种下了财富 说完了蓝莓咱们再来说一个水果葡萄 新民市周驼子这安驼子村的乡亲们就靠种卓色香这个品种啊 赚回了两把钥匙 这两把钥匙到底是啥钥匙怎么回事呢 他叫鲁卓一大早啊就在葡萄棚里忙活着 喂你好小张 你咋的现在这葡萄啊你还想定啊 那你今天可是晚了 今天我这全定完了 你看看不啥的话我给你问问旁儿家 还有半个多月葡萄才能下来 可不光鲁书记家 安驼子村的大部分葡萄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 这儿的葡萄为啥卖得这么好呢 这葡萄可好卖的了 为啥我说的好卖的 咱这个产品不打药 一生它也不打药 咱们在市场上来讲 就是同等的好几样葡萄 它得是先种活 所以说现在咱们农户种上这个产品 就是不用咱们抽销路 全国各地哪大商贩都有 咱这个产品走遍全国 最开始现在占的是20多块 现在普遍性面积大了 也就在15块左右 鲁书记说 之前安驼子村的村民大多是种大田的 自从种上了卓色香葡萄 乡亲们的收益至少翻了10倍 鲁书记说的使明星也是安驼子村人 在当地真称得上是一位明星 因为就是他将卓色香葡萄带到了这 我们通过三葡萄和我们这个葡萄 它进行嫁接 把果盒给去掉了 果顺拉长了 所以说就到我们今天 现在这个葡萄这串都是达到这么老大 所以说这通过改良后 这个成果就是高产高效 万事开头难 卓色香葡萄刚被引进的时候 村民们谁也不敢一下子花十多万来建大棚种葡萄 使明星当时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白给苗白给打井 白给那个水泵白给水袋 老百姓他都不摘 他说这葡萄哪有一年多的结果的 他说这纯属于瞎说嘛 这葡萄还什么30块钱20块钱一斤 一般葡萄都是一块多钱 老百姓他没有相信的 一家就做工作给他顺畅 看看你种菜你费用是多少 看看这葡萄人家成熟经验一年费用是多少 最后效益是多少 当咱们种上一年真的结果呢 真卖钱呢 正宗老百姓致言他就找咱们合作事了 当时拿的小苗也都正高 两个月一新的碗 没新的他这碗能当年能结果 就是头一年都没新 看人那个鲁叔去 摆地玩的眼睛就是种了整了 整了我们看人就卖钱了 我们开始就是一家长 脚子挺好 这种完一直等着现在 有人挣到钱了 带动作用可就显现出来了 村里的大棚也越盖越多 我今年的春天有一家的那个棚子下雨兜水一下把这棚就压爬去了 压爬地先找去 这家这老百姓就上来 那嘎滚杠的整个立杠的 往外边买价的 没有两天棚给治好 包团取暖呢 这个团检这个就是可厉害了 人民挺认可 市民兴致合作事给咱这个产业引过来之后 咱大家在这个路上 那费用还少了 至少还能干 还挺好管理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困 从08年我的500科到现在带领我们全镇 现在是我合设设326户 现在的人均收入都2万多块钱 都快到3万块钱了 而且给老百姓我们培训 我告诉大家 这要听话 五年内我们一定给大家两把钥匙 现在我们的社员 60%以上两把钥匙都实现了 看着葡萄 陆书记说 希望更多的乡亲们加入他们 通过自己的付出 住上楼房 开上汽车 用小小葡萄换回这两把钥匙 你看咱乡亲们多低调啊 就没说赚多少钱 说赚了两把钥匙 您仔细想想 这两把钥匙的分量 那一套房 一辆车 可以啊 看来这葡萄效益还真是不错 感兴趣的乡亲们可以去考察考察 好了 咱们今天呢 看看天气怎么样 一起进入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红墙717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鱼儿 今天是农历的三月初九 那今天咱们全省都以小雨或者是震雨为主 部分地区是多云 西南风三到四级 部分地区呢 是在四到五级的 白天的最高温度在12到19度之间 夜间呢 部分地区都转为了西北风 最低的温度在零下一到七度之间了 那今明两天啊 是有偏北大风 蓬户乡亲们呢 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了 那春雨贵如油 不过呀 今天这场降雨 雨量不是很大 最近呢 气温波动也比较明显 大家伙还是不要提前整地 以免会散伤 那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再来看看乡亲们 又给咱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位乡亲说 老师你好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个 越冬的辣椒品种呢 商品性要好一点 而且产量要高一点的 麻烦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个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越冬的耐低温的辣椒专用性品种 盛寒740 盛寒740主要具备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耐寒能力特别突出 尤其是在整个生长季的 3949极端低温的情况下 这个品种呢 不泄秧 不泄茬 然后呢就是7到10天可以采收一次 另外呢 该品种的连续作果能力特别强 前中后期 果形的保持比较好 不变短 然后呢 另外该品种产量比较高 盛寒740呢 大家可以看到果的又大又长 每亩的日光温室的产量可以达到3万5千斤以上 一株在整个生长季可以挂过60个果以上 另外该品种的商品性比较好 口感好 不是传统的这个牛角椒的这个果皮硬 肉质比较脆 所以这个商品性好在市场最受欢迎 在这个辽宁北镇这个地方 比其他品种的这个市场的收购价要高出一到两毛钱 盛寒740的抗病能力特别强 在整个生长季 跨年度的这个10个月的生长季 叶片 这个抗病毒病的能力特别强 叶片始终保持深绿肥厚 这个不上病 另外的该品种抗昏迷病的能力比较强 尤其是像这个冬季3949最冷的时候 地雍寡照 再加上了这个这两年这个雾霾天气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 该品种在整治过程中的伤口 不容易这个患上这个灰霉病 其他一些品种呢 就是经常就是这个患灰霉病的比较普遍 但盛寒740呢 几乎不得这个灰霉病 它的伤口自我愈合的能力比较强 因此综上所述盛寒740 是一个适合我国辽宁省 这个日光温室 越东一大茶 耐低温生产的一个比较好的 牛角胶品种 还有一位观众给咱们留言说了啊 我们家呀是葫芦岛这边的 总关注惠民政策 去年呢就享受到了质量好又便宜的种子 那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优惠的活动啊 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好的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他解答一下 惠民政策呢拿出了几个品种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西利达355 这个西利达355是2018年最新审定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呢有几大特点 首先呢它这个磅啊特别红 名字特别好 肘也非常细 抗导性非常优越 这个品种呢就是适应性也比较广 像2700度基本的都可以种植它 127128天的都可以选择 而且这品种呢不调地 什么意义都行 它属于是打茶的形呢 正常我们那个一袋装100斤 它可以装到105斤左右 咱们说成它荣重比较高 子力比较压畅 这个西利达351袋呢是一亩半地 5500粒 母宝苗是3500株到3800株 好的如果说你有啥没听清的没记住的 或者有啥其他别的问题啊 也可以拨打农业专家热线 024-8652-8168 那在这呢还要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 黑土地科技文化大棚车 携手五指联系艺术团 首次亮相正式启程 送科技送服务送娱乐 把黑土地推荐的好种子送到您家门口 那第一站呢就是咱们辽宁的卡左线 4月14号在水泉镇 4月15号在山嘴子镇 4月16号仰角沟镇 整装待发 敬其期待 来要了解农业的新资讯 听听三农的新鲜事 看看今天的天下三农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消息 我国水产养殖主产县的 水域滩图规划编制工作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从今年开始 我国渔业主产区将全面实施 新一轮的养殖水域滩图规划 为了保护生态 本轮规划特别提出了 饮用水水原地 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保护 或公共安全红线和黄线区域 作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 目前全国1513个水产养殖主产县 已经基本完成了规划编制工作 并依法确定了禁止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和允许养殖区 为了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提升辽宁农业品牌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从2018年8月开始 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值8个部门 开展了2018年辽宁百强农产品品牌 评选活动 现在本次评选结果终于浮出了水面 本次活动共评选出 2018年辽宁百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盘锦大米 朝阳小米等32个 农产品品牌 长红鸭梨 圣野果园草莓等92个 在这里大伙需要注意的是 区域公共品牌是谁都可以申请使用的 继春节前的车离子上过热搜之后 前两天又有一种新的农产品 登上了微博和抖音热搜 这就是咱们常见的凤梨 也就是菠萝 而看点居然是手撕 切掉凤梨头 对着小圆鳞片 一掰一个准 一块一块撕着直接吃 这种与过去经验完全不同的吃法 让很多人是乐此不疲 不过并非所有的菠萝都能够掰开直接吃的 网上所说的能掰开的凤梨 是近两年培育的新品种 台湾金钻凤梨16号 这种手撕凤梨目前在海南文昌 城外也都有种植 价格比普通的国产波罗的价格高出了三到四倍 而现在这种手撕凤梨卖的比较多 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什么酸涩的味道 完全没有渣嘴感不说 口感鲜嫩多汁 果肉纤维非常的细腻 吃到嘴里爽脆无渣 而且不用泡盐水 清润爽口常吃不上火 良好的品质和新奇的吃法 才造就了这款网红水果 前一段时间啊 咱们刚和大伙说过防风的话题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 几天前在河南商丘市 于城县田庙乡万亩梨园 突立龙卷风的袭击 现场一游路蹦蹦床被刮飞了 导致两名儿童死亡 一名儿童重伤 17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轻伤 从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啊 龙卷风是直接将蹦蹦床卷飞 附近人群呢都惊慌的向外逃走了 看起来是十分的吓人 再一次提醒大伙 一定要注意防风 尤其是冲击蹦蹦床 这种容易被大风卷起的设施呢 一定要固定好 才能避免再出类似的视频 初春时节 在有雪域江南美域的西藏林芝 山顶上的积雪还未消融 那里的桃花 却已经如藏族姑娘脸上 美丽的笑容一般 沿着泥洋河畔 在山谷间争相斗艳起来 每当这时 总能够吸引大量区内外的游人 前往沿花 沿花期啊 一般在三月至四月 约四十天左右 沿花地包括林芝八夷区 米林县 波蜜县 茶余县 朗县 公布江达县等地 想欣赏雪域高原美景的朋友 赶紧行动吧 现在很多种玉米的乡亲们啊 那都是连片种植 因为这样的好管理 特别是用机器收割 特别省时省力 但是积收是要有一个前提的 那就是要求这包米的长势呢 一定要齐整高矮一致 有没有这样的好品种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种植新前沿 为大伙推荐了啥品种 喂你好 我钱匣子 今儿替玩 有啥问题你问吧 你家山地种出来水棒的 咋解决 行 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真遇着个难题 喂 我侠子 你说 你家不能棘手 像人工匹 种啥 别着急 一会儿就给你回电话 好嘞 就得赶紧问问去 大哥忙着呢 侠子你找这来的 我想你了 想我了 西姨给你闹一车 闹一呗 有啥事 我没啥事 今天包米怎么样啊 哎呀今年苞米挺好啊 是吧 但我有个事我请问一下啊 就是要是山地种出来水棒的 不是水较多了吗 什么叫水棒的呢 就是这个苞米到了应该收获的时期 它降水没完成 这个一卡还能卡动 就是水分过大 这个叫水棒的 造成这个水棒的原因呢 就是像一个山区吧 有一些小气候 每年呢下床比较早 你买到一些生育期比较长的品种呢 就没有完全成熟 你必须得守了 要不下爽了 所以呢 这个情况造成水棒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玉米啊 每一袋苞米种 后边都有一个积稳 这个积稳呢 咱得当地适应 就没有问题 就不会出现这水棒的 这个积稳呢 计算怎么计算呢 就是 比如说这个苞米 127天的生育期 咱得出苗开始算 127天 每一天的平均积稳 加在一起的总和 只要是超过 你看我们这一个品种 我这个一个品种 红墙7175 我们这个品种 后边基本写的是2650 只要你这127天 平均温度的总和 超过这2650的地区 就可以种 这就是在辽东省 大部分 包括辽东省东部山区 都可以种植安全种植 安全成熟的一个品种 那这有一个名位 还有问题就是 但是 啥的你看啥呢 没没没没看啥 我就说呀 这个家里这个地要是 激收不了的人工手 那得种那啥呢 那人工手这个红墙717也行啊 它不但适合激收 适合激收的标准是什么 它不倒 根系发达 抓地牢 抗风好 它不倒 再一个呢 就是水位整齐一致 激收不掉蚌 而且呢 人工拜的时候吧 它也比较爽地 但是呢 不是说一碰就掉那种 如果一碰就掉那种啊 它必须收不了了 一手就掉蚌 掉地下 那行 那个杜大哥 我看你也挺忙的 我就先走了啊 你干啥想着 你不想我了吗 想会儿得呗 我走了啊 看着没 匣子背后有高人呢 大伙要啥不明白的啊 都可以打电话来问 行了 不跟你们多说了 我得赶紧给人回电话去了 很多爱吃黄瓜的人 都特别怀念过去那老品种啊 总觉得呢 现在的黄瓜 没有黄瓜味了 水太大 其实不是现在的黄瓜没味儿 而是您没选对品种 看看二鸭给您推荐的 这个品种怎么样 听说这黑山县啊 开了一个黄瓜展会 这黄瓜得长得有多好啊 才能为它专门开个展会呢 看着远处走来的这群人 看周围这么多台大客车 这人肯定是少不了了 哎呦呦呦 这棚里这么多人呢 哎呀 咕啦啦的好热闹啊 都有二三百人 哎呀 看来这黄瓜还真挺有吸引力的 咱上里头去问问去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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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黄瓜真是人人都称赞 种的人说好 参观的人也说好 那这到底是啥品种呢 咱快找个专家去问问吧 这个海香66肉这个品种 做果率就是高 它这个节节肉瓜 它这个商品性特别好 次流是适当 然后长度在30到35公分 这个瓜是一个典型的绿氧瓜 您摆开以后我看看 我摆开以后给你看看 绿氧瓜 绿氧瓜就是有老黄瓜的味道 有老黄瓜清香的味道 还有一个甜的味道 两个综合都一起更好 我听刚才大姐说 每次下瓜都得15600斤 它这个下瓜15600斤是正常的了 像今天这个瓜多 2000斤没问题 那这一捧一年的收益也不 现在呀没采收完呢 它就卖了5万块钱了 这5万 还能卖个三四万块钱 问了来参观的朋友们 又听了专家的介绍 这回确认了 真是个好品种 结的果又多又好 还好管理 还等啥呢 赶紧也跟着种吧 听专家说了 这黄瓜可好吃了 我也得尝一尝 看看 确实是绿氧瓜 不错 一掰开这黄瓜 就一种浓浓的清香味 这黄瓜这么甜 还蘸啥酱啊 空嘴吃就老头吃了 而且吧 咱们寒香666 还是我们黑土地推荐的品种 您啊就放心种吧 现在有很多人啊 都想去农村创业啊 创业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呢 就说咱们想搞种植吧 首先得有资金吧 其次还得有技术 那么最后呢 还要有合适的销路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庄和市荷花山镇 万亿村的很多乡亲 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啥条件也不具备 咋发展产业呀 没关系 这些问题 有人替大伙想到前头去了 一大早 庄和市荷花山镇 万亿村的周桂宴 就在大棚里忙活开了 他今天的任务啊 就是把去年收完的香菇的 军棒清除出去 今天把这清理完了 明天不管后天就来了 新的军棒又来了 新的军棒又来了 周桂宴的丈夫 常年卧病在床 儿子外出打工 剩下儿媳妇在家 还要拉扯两个孩子 生活的重担 全部都压在了 周桂宴一个人的身上 去年村里引进了香菇产品 让他动了心 虽说村里的项目不错 可是要把香菇种起来 对于周桂宴来说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建大棚 进军棒的钱 就筹坏了周桂宴 就筹坏了周桂宴 我去年 这棚借钱 就是村里给我一手 老板 这个贷款 拿了之后吧 我们有了启动时间 想干这个 在中南部再换你 要不是上哪 我家条件不好 上哪弄钱 弄一件棚 有了这笔贷款 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就这样大棚盖起来了 军棒也揭满了 可是对于从来都没有 种过香菇的周桂宴来说 香菇最后能长成什么样子 他可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你要是温度掌握不好 也不行 也就懒 不管是村里和真理该部 警察像于助歇和冯苏 要警察过来检查 每一次走到街上 都得进棚看一看 温度和质量怎么样 有了技术员的指导 再加上一年来的不懈努力 周桂宴第一年就有了不错的收成 销售好 销售捡碗末就可以送到村里去 有加工的 我们只负责种就可以 负责种和捡就行了 去年是第一年干的吗 去年第一年 收入怎么样 收入挺好 收入多少钱 方便透露一下 爸爸的块钱 刚才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 在和华山镇像走大姐这样 的一些曾经的贫困户 在改变了生活状态之后 他们除了要感谢好政策之外 那嘴里还经常念叨着一个人 那就是我旁边的这位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余主席 当时你是基于哪种考虑 把这个相互的种植 引进到当地的呢 基于两点 第一个是我们当地的三度低少 并且呢 晒时也比较也高 那么整体的这块的空气呢 比较使用 所有的勾勾插插都有水 那么特别适合食用菌的生长 余鸿心告诉我们 之所以选择引荐香菇产业 不单是看中了这里的环境优势 更因为香菇种植 十分适合当地的村民 香菇这个产业 可以说是一个照样的产业 并且呢 还是一个纯绿色 无公开的这么一个产业 投资少见效派 种香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效益 这让大伙都很满意 2018年全镇有八十三户 老百姓参与了这个产业项目 其中呢 只有一户应该是保本 其余的每户都全都挣钱 平均应该每棒在 就是存效益在两块钱以上 余鸿鲜告诉我们 为了更好的发展香菇产业 今年他积极的与市场对接 已经为村里的香菇找到了销路 在2019年呢 我们荷华山政府呢 积极地走出去 那么目前呢 已经给大连新农家超市 签订了香菇这个勾销合同 大赏集团要把我们荷华山镇 作为他们的香菇这个制供地 那么把我们荷华山所有的香菇 由他们来包销 普通香菇 还有邮寄香菇 都是由大赏集团 帮着我们劝真的进行销售 你看这从贷款到技术 再到销售 一条龙的服务 相信们啥也不用操心了 只管种植就行了 这种扶贫方式确实很不错 我们再来看看这红彤彤的大樱桃 应该是这个季节里啊 最馋人的水果了 咱们一提到樱桃啊 都知道大连的樱桃好 为啥好呢 因为那里有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 过去啊 咱们辽宁特别冷的地方 是种不了大樱桃的 因为这个温度就没办法保证 但是现在呢 腐顺寒冷的大山里 也能种出好吃的樱桃了 这儿的乡亲们 是怎么办到的呢 看这娇艳欲滴的大樱桃 让多少人为它驱车前来 在室外树还没绿的时候 走进大棚 提前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最近几年 大棚樱桃采摘 已经成为了春天休闲娱乐的 一个新亮点 看这满棚的大樱桃 你可能不会想到这是哪里 这里就是位于长白山鱼卖地区 号称辽宁寒地的腐顺 能在腐顺当地采摘新鲜的大樱桃 应该是咱辽东地区百姓 前几年都不敢想的事 在府村这块 真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的大樱桃 哎呀来一看非常惊讶 我头好几年前就来了 那日吧果没有这么多 现在节的特别多 今年的樱桃成熟的早 特别特别甜 非常非常好吃 能把娇贵的大樱桃 在咱冬季寒冷的府顺山区栽种成功 咱关山村可是有一定的秘诀 那就是抗寒 和正常棚内用锅炉加温不同 关山村百姓的智慧就在于针对问题要逐一击破 后坡夹土堆抗风前脚埋本板预寒 大棚棉被再加上一层塑料膜 从硬件设施上加强 把整个大棚捂的是严严实实 这样啊不仅比棚内用锅炉加温更经济 而且效果也是更好了 去年关山村樱桃大棚的抗寒方法 还获得了俯顺式科技进步一等奖 说起咱关山村大樱桃今年能封铲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李铁是去年上任的关山村第一书记 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来到了咱村集体的大棚 看到这一棚棚樱桃树 他本来心里很是欢喜 可是经过一打听才了解到 咱关山村的大樱桃虽然是腐顺的独一份 但是因为技术不成熟 产量一直很低 李书记心想 这么好的产业照这么发展就太可惜了 今年呢我们多次带领咱们技术员 和这事的相关医员 到那个辽宁省农科院 营口那个国素研究所进行学习 通过学习呢 我们就是学习了很多先进纪念 先进纪念嘛 把那个带回来因地制宜 从检枝灌溉到侧土施肥 关山村的技术员在辽宁果树研究所 把这种植樱桃的技术是彻彻底底的学了个明白 大家也懂得了一个道理 这种大樱桃啊要因地制宜 把别地的种植技术生搬硬桃来当地 是行不通的 专家也说了 咱们这块很多的东西跟着不一样 因为咱们是属于高寒地区 高寒地区现在就是大樱桃 就是这块种植这块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技术的 所以我们就是变研究 变学习 最后呢把这个技术呢 成熟 经过这一年的摸索 李铁带领着大家学技术 已经把自己这个城里人 是活脱脱地打造成了一个接地气的农民 一提到种植樱桃那点事 他都门清 但是你不学根本也插不上手 你也不知道能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现在不学不行比你去学 所以没天天我就跟技术员啊 跟那个干活的群众啊 下来跟他们学 今年观山村的樱桃产量 预计能比往年翻一番 国品品质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是观山村樱桃种植中 所有人努力的成果 也希望咱寒地樱桃种植技术 在他们的不断摸索之下 能够早日成熟 为寒地种植地区百姓 提供一条发展的新思路 不光是腐顺人有口福了 这铁岭西方人也是一样啊 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新鲜的大樱桃了 今年西方县天德镇的天莱村 还举办了首届大樱桃采摘节 那么采摘带动了旅游业 吸引了很多人来 我宣布西方天莱首届大樱桃采摘节 开幕 三月末 田领市西风县天德镇天莱村 举办了首届大樱桃采摘节 村里天天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每天都会有一大批游客 来到天莱村的花果山采摘基地 大伙儿有说有笑 品尝着美味的大樱桃 哎呀 太好了 真是春天的感觉 真的太好了 而且这个樱桃还又甜又脆 口感特别特别好 我们就知道这么好的地方 一会会总来的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采摘 感觉樱桃采摘特别好 特别大 特别饱满 有一种纯天然绿色的感觉 吃得特别口感好 新鲜采摘的大樱桃 售价100块钱一斤 根本阻挡不了 大伙儿购买樱桃的热情 村民们称重 收钱 忙得是不亦乐乎 不出家门 就把腰包赚得鼓鼓的 我锁在这个棚子 63棵樱桃树 每棵树大约是在 20斤左右吧 也就是2000多块钱的 一棵树 整个大棚每年就是说 所有的树都算上了 在15万左右吧 铁岭地区气候赶不上大连温和 传统观念里 只有大连一带才能生长出好吃的樱桃来 这次天来村能够种植成功 还多亏了村党支部书记 富宝库 天来村呢 就是说这些年一直种植果树 我就考察到辽南考察就大营了 我觉得这个辽南能出大营的 我们辽北也应该能整成功 几年来富宝库一直带领天来村村民 发展果树产业 现在全村的果园面积已经有8000多亩 曾经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但富宝库却不愿意安于现状 2017年春天 富宝库了解到大营桃的产值特别高 不顾大伙的反对 揣着钱去了大连瓦房店 学习种植技术 他认定做别人没做的事 才能赚大钱 面对大伙的质疑 富宝库的将劲上来了 谁也拦不住他 一头扎进当地果农的樱桃大棚里 学习种植方法 找到沈阳农大的果树专家 请教南北果栽的技术 栽植了四栋温室樱桃 用事实证明给大伙看 通过副书记带领我们考察参观学习 和员工一起努力 终于把辽南的大营桃 在辽北成功了 现在我们有12个大棚 1200棵树 今年的能产樱桃 17000千金 要是到19年 年底会更好还能翻一番 天来村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土壤肥沃 出产的大樱桃 国体大 色泽艳 口感好 如果达到旺产期 每棚樱桃产量可达3000多斤 这让村民们种植大樱桃 积极性高涨 全都想参与进来 富宝库开始扩大规模 成立合作社 村民500元入一股 贫困户免费加入 年底分红 樱桃的效益 要比其他的果树的效益 要好得多 甚至樱桃要比他们 多好几倍 四五倍左右 有很多村民都在 也加入这个里边来 如今由县政府牵头 举办了首届大樱桃采摘节 还为村里颁发了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基地的牌匾 目的呢 就是打造旅游加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让村党支部书记 富宝库更有信心 还想实现更大的目标 西风天来首届大樱桃采摘节活动 到五月四号才结束 期间还将举办樱桃品鉴 樱桃王评选 东北民族文化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天来村村书记分析市场 勇于创新 村民们边学习边实践 共同让大樱桃在铁岭西风 生根发芽 天来村的果树采摘事业 借着乡村振兴的改革东风 一定会越来越洪晃 太空蔬菜太空水果大伙都听过 虽然是听过 但是总觉得这东西离咱们有点远 有点不接地气 因为身边的很少见到 确实是这样的 这太空农产品的繁育技术 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锦州黑山有一位李大哥 他经过多年的研究 让这太空蔬菜和太空水果 在他们家的大棚里扎下根了 这不他的种苗基地 吸引了五百多人来参观 为啥这么火呢 这太空农产品 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这棚里呼啦啦 这老计人都干啥来了 咱去问问去吧 走 看苗里呢 看四苗 行事的苗 啊 黄瓜苗 看着咋样 挺好啊 瞅着苗挺钻石 干须挺好 差极客 它太空的一苗 这个挺上学 原来这么多人 都是冲着李大哥家的 太空蔬菜和水果来的 估计还有很多乡亲们 对太空育种的概念 不是很了解 其实早在1978年 我国就成功地利用 返回式卫星和高空气球 先后11次搭载农作物的种子 进行探索性的航天育种试验 获得的优良种子 就被称为太空种子 我们的种苗比较全 大约在十类种 有太空的螺蛳椒 太空的麻辣 太空的那个番茄 咱们最远的是通料 还有一个天领 还有我们一县 水种 我们的福西 还有西米 等各地方吧 今天能来多少人呢 大约在500桌园吧 这都是有供苗一项的 都想定苗的 而且最大的户 今天一次定苗 能定到5万多克 李大哥说了 挑选种苗的说道 可不少呢 苗挺好 那结出的果要怎么样呢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今天来参观的 都是有着十几年的 种植经验的果农 到这一看呢 就明白了 我种过西红丝 没种过太空品 您感觉这个品种 跟你以前种的 有什么区别吗 那这个果肯定是好啊 你们看人家 秧不算太高 果间的距离短呢 完了这果形好看 作物率太高 口感也好 口感也好 对对对对 我感觉它这个秧子 是不是比普通的 要粗一些 比粗 然后有的秧长得细 完了它果实多了 它也带不动 人家果秧长得粗 完了果实都带动了 那铁里的果 您怎么判断 它这个产量就能高呢 果做一多 果形长得好啊 你看看 人家果形 节节短 人家果 产量高 口感好 到市场 咱这东西 也能好卖也 李文艳说 这太空西红柿啊 可不光是外形好 可以这么算 在产量上 每个一个西红柿 半斤以上 咱平均半斤 大概是28个 将一到17斤左右 哦 这一颗样子 就可以出17斤的果 对对对对 我们这是高亢 高亢 不得病 基本上不得病 尤其我这试验房 初放过理 我们还连校都没打过 除了西红柿 这里的太空香瓜 也马上就要上市了 这两年的市场销售情况 也是相当不错 咱这个品种 它那个啥 你看到现在 咱们底下的这一场 这一场香瓜呢 再有十来千 现在就可以上市了 咱们这个上市以后呢 它的主要口感呢 特别的脆甜 并且呢 它那个果形呢 也非常的周正 商品性特别好 耐处韵 哦 就走远道也不怕碰 走远道也不怕碰 像咱们这个糖度 能达到多少 糖度在15到17度 哦 那已经很甜了 对对对 口感非常好 我们是紫麦流瓜嘛 嗯 一个紫麦有一个瓜 有一个瓜摊 这个瓜摊都非常明显 都能做住了 都能做住了 嗯 眼见为实 看了几个大棚 大家伙对这些太空果树 都非常认可 我去年就种它的一个 黄粉番茄 我今年带补物挺好 今天我再来种 再定制 我主要就是订苗来了 哦 订苗来了 已经香中了 对对 我在咱那购买过苗 麻辣苗还有豆角苗都用过 都挺好 用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 收益不错 产量怎么样 产量行 都挺高的 想了解太空果树的朋友们 你也可以亲自到 锦州市黑山县的东方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来瞧一瞧 如果去不了现场也没关系 李大哥家的太空种苗 已经入住咱们黑土地的微商城了 想买太空种苗的 关注黑土地的微信公众号 进入商城 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李大哥这太空蔬菜和太空水果 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 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有对这种太空农产品感兴趣的 都可以尝试一下 不用大老远的往外跑了啊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在我们的商城里 直接就能购买到了 非常的方便 再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 咱们黑土地的会农大棚车 就要出发了 第一站呢 就是朝阳的喀索县 4月14号 在水泉镇 4月15号是山水子镇 4月16号在杨角